嗨,各位伙伴,你们好呀! 两周一次的爆肝比赛大会又来了! 关于这种爆肝的活动,灵灵当然是一定要参加的! 单纯只是想赚个安慰奖拿拿风格劝击宝石,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要出意外了! 这次居然要捉的是僵尸昆虫,来看看记录对象是什么吧! 好家伙,这僵尸蜜蜂居然有10匹还不用是帝皇的! 这里也有僵尸萤火虫跟僵尸枪狼也是10匹,再来是帝皇的僵尸蜜蜂居然给了50匹的分数! 蓝,紫色昆虫基本是不看了,平常也没多给,一只都遇不到! 零零的比赛策略就是,白天窝广场及住宅区捉蜜蜂,晚上则是窝露营场跟下水道,捉萤火虫、枪狼及零散的10匹。 这次的参赛动画还蛮特别的,一群僵尸虫齐飞飞,老样子观察同组参赛者的状况。 观察重点,队友的积极程度,队伍里越多打混只想拿安慰奖的队友,就代表获奖率相对比较高,这才是零零心中理想的加入队伍。 比赛剩下14小时,开桌了。 桌到第一只了,名次是直奔第六名。 简单来看这组至少有6个积极度较高的队友。 捉到第二只僵尸虫名次还是不变。 看来队友有点难缠。 绕了一圈,下水道已经没重捉了换录影场吧。 遇到的第一只枪狼,可惜不是僵尸的。 居然还掉了名次,到第七名去了。 不过刚开始而已,这种比赛比的可是耐久度。 看吧,10P的家伙来了。 幸运的话,捉到帝皇直接就给做火箭上去了。 有点可惜没一下把名次给拉开。 来吧,僵尸萤火虫,给我帝皇的。 这次的比赛,零零专找CP值最高的来做。 这次的比赛,零零专找CP值最高的来做。 僵尸螳螂,就等你帝我上天了。 快给我帝皇的吧。 太可惜了,这只蜥蜥补充网真的很不给力。 每次活动一推出这些指定虫就会全被控管。 这次捉虫真的捉超久的。 零零简单带过这次捉虫的画面咯。 零零从参赛开始总共捉了六个小时。 中间有小睡了一下又开始捉。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,真的是快爆肝了。 要来睡觉了,那睡觉前先来看看今天的战况吧。 目前得分,969分,第一名,第二名是547分,差距上算中等。 各位伙伴名次是次要的,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哦。 我是你个乖。 来咯,睡了一个晚上,现在要来开奖咯。 居然没翻车。 来看看最后的成绩表吧,很好奇到底长什么样子。 第二名,乔乔花居然捉到跟我同分。 这摆明就是不给我台阶下的硬要我拿第一名。 算了,看你那么可爱的猫咪头像上就不追究了。 但这集影片肯定要曝光你,让大家知道你是个狠人。 对了,天天是款大家开心玩的欢乐游戏。 最有趣的是可以认识很多国家的人。 最重要是比赛时,希望大家都可以拿第一名哦。 那这集影片就到这里了哦。 喜欢林林玩游戏的伙伴们,别忘了点点关注,订阅与支持哦。 那就下期见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我们下期见。